講完八字,我就講一下風水 風水相對比較難一點 首先第一,風水分亂頭和理氣 亂頭即是我們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是比較實在的東西 這東西是易學容易上手 因為用眼睛可以看得到 它不理想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經常要在街上或上身體 就會變得比較辛苦 即是所謂的日曬雨淋 另一套就是學理氣 理氣就是透過邏輯 量度一些的座向或角度 透過一盤數去計出來 什麼時候應是 可以怎樣去吹動 這個它的好處就是坐冷氣房 它的不好處或者它少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仍然需要是聯頭的配合 因為我們經常強調聯頭是為主體 理氣是一種輔助 最好的其實是兩者相配合 而我自己通常我建議我的學生 如果真的對風水有興趣的話 先學了聯頭先 因為它比較容易上手 也都比較有趣 即是說原來生都有金屋水火土 原來屋都有分不同的形態 不同的形態會對家屋裡面的人 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個已經可以直接去斷線 有了這個基礎 再學一盤理氣數就會更加好 如果你說OK 我有興趣想學風水 或者想進一步提升 有什麼書它在聯頭上是有幫助 我就會介紹《藏經》 居傳它是《中朝國朴》所寫的 這本經第一次看 有第一次看的理解 到幾年之後再看 又會有另一番的理解 我們首先是要明白它最基本的內容 明白了這個基礎的內容之後 就會對我們之後對於風水 即是山水的應用 或者上到山去看一些越偉越長的時候 甚至乎是陽澤都已經很有幫助 我簡單地解釋一下 《藏經》頭幾句它在說什麼 因為它在說的是藏 所以是涉及一些造藏 即是說埋葬先人 恩贊為主 但是對於陽澤都一樣是有用的 它就是說藏者床也 什麼叫床 收藏 為什麼要收藏呢 是藏在泥裡面 最主要一樣東西就是要被封 因為在我們風水裡面來說 封是一種煞氣 所以我們要被封 同一時間我們要另外要求一件事 就是乘生氣也 什麼為之生氣 這個生氣不是生氣 不是生氣的那種生氣 而是說一種生生不息的氣場 什麼為之生生不息 舉例 在公園裡面 有一個老人家坐在輪椅上面 完全不動 曬太陽 在他附近有幾歲的小朋友 很開心地奔跑 誰是有生氣 誰是已經沒有生氣 大家很清楚看到就是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是活潑 是好毒 充滿未來 所以我們追求的是活潑 好毒 有未來的生氣 這些生氣是哪裡看到的 其實在這裡它已經可以找到一些方向 它在說陰陽之氣 它可以變為風 為雲 為雨 亦都可以行符地中 即是說入了地裡面 甚至變成泥土 很奇怪 走體完全是不明白的 但是其實是很簡單 我們只要稍稍去想 就會知道 風 雲 雨 都是動動的 有動動才代表活活 才代表有生氣 所以風 水第一要求的是活活 生動 風 雲 雨 其實它們在說同一樣 是什麼呢 就是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風 其實裡面它會吹動了空氣 空氣裡面有什麼呢 有水蒸氣 雲是什麼 是蒸氣 雨是什麼 雨水 是水 大家有共同的特點 或者共通點就是H2O 所以這裡說的風 雲 雨 它根本就是在說一樣東西 水地 但是為什麼它又說 背行符地中 明明水就是水 地就是泥土 根本是兩樣的東西 其實不是 其實根本是在說同一樣東西 因為第一句它說的是陰陽之氣 什麼為之陰陽 陰陽的再向前走一步 它的第一個階段是太極 太極生陰陽 就等同我們一個是銀仔有兩面 一面是功 一面是戰 所以對於我們風水的學律來說 所謂的土 所謂的山 就是水 水就是山 根本是一體的兩面 我們只要了解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知道 無論我們看陰窄還是陽窄 那個山 那條龍怎樣走 那個水龍就怎樣走 看那條水龍怎樣走 那個山龍就是怎樣走 其實根本由這幾句 已經解釋了給我們知道 山水根本就是同一個方向前行的 當然它會有少許例外 例如說可能是收汽水 或者橫樓的時候 會有少許例外 但大方向上都是這樣的 然後它最後說了一句 這些就是生氣 就是生生不息的氣場 所以我們透過看這幾句 這麼簡單的內容 其實已經是在說風水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活活生動 生生不息 希望各位如果真是想進一步 提升的話 看一看狀經 裡面的內容好像很簡單 但是當你仔細去看清楚 它在說什麼的時候 對於我們陽窄陰窄的造作 是非常之有效的 很簡單 我再講多一句就是 剛才我們所講的風、雲、雨 我們如果要在陽窄裡面 做一些催財 在我其他的節目裡面 我都經常會講的 我可能用一些蒸氣噴霧機、香氛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出了一些水氣 形成一個震動的氣場 其實它的原意 或者背後的理論 就是來自於風、雲、雨 就是那個蒸氣 然後出了一種震動 震動代表它會動動 代表它活潑 才可以令到那個氣場得到震動 所以我希望我這樣的解釋 會令到大家會明白 然後慢慢再去看一下狀經講的內容 希望大家就是這樣可以一起去進步 和享受這個術數的樂趣 我其實今集之後 我非常之佩服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說到狀經的時候 我看著這段文字 我只是看著 其實我都有點眼分 完全明白的 厲害 我給一點這樣說 因為其實如果真的講到看這些經典 有幾樣東西是要留意的 第一 它的內容是很難的 難就是難 因為它的文字好像很簡單 但是它背後的原意 要自己想多幾層 第二 中文的底要好 第三 其實最好就是跟師傅下 如果只是看書的話 是不足夠 或者這樣 我都宣傳一下自己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都會經常帶些學生上山的 我是免費帶他們上山 如果各位對風水有聽趣 而想和我們一起去行山 或者在街上 看看風水 即是羊站的風水的話 可以去聯絡下落 我們可以看看如果時間安排到 就一起去交流研究 正如師傅所說 其實在影片的下面 有老師的電話 和連結 沒錯 可以直接聯絡到老師 沒錯 好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 多謝詩敏玲老師 好 拜拜 拜拜